我们还是把七语的第一段再念一遍 我再继续解说 红对白有对吴散事 红对白有对吴 吴吴对吴 茅吹对雨伞 天雀对黄独 献虎叶 春泽湖 淘海对归湖 花费春雨伦 诸寿晚风出 外旦逗逸中创叹 魂根如态敬回吴 请调清谈 将纽约终前去定 有其邪卦 尽花生理共来 很好 这个谢蝴蝶 正之故 这就是文坛的很有意思的地方 你只要哪一首诗有名 或者说你做诗的时候 是什么习惯动作 大家都要来给你一个绰号 或者说别号这样 那谢蝴蝶 我们注释是写了 说宋代诗人谢意 做蝴蝶是三百首人称为谢蝴蝶 好了为了这个事情 正之故他说晚堂世人正谷 以这故事出名 人家就称他叫正之故 后来就以这故名 借子施名 这个倒是少见 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一个是这故事住民 一个是住蝴蝶 我为了让你 让你知道 究竟这个蝴蝶这故事 怎么一回事 请看我的讲义补充的 第23页这边 这个你讲他蝴蝶的诗 做了三百多首著名 总要让人家读一首 对不对 不然我读了 他叫谢蝴蝶 这只蝴蝶写得不好 我也不读他 然后想到了蝴蝶 我就想到 我们在文学中看到 最大的蝴蝶 在园曲里头写的 我昨天看了新闻 那个时候在南美还是哪里 非洲还是哪里 发现了一个 像那个猫的一只 大什么蛙 他说是人类快 快列入红色警戒的 濒临 这个绝种的一个青蛙 好大 像猫一样大 可怕吧 我自己看了也觉得 哇怎么那么大的蛙 所以我就想说 总要让你那个 这个谢意 究竟怎么一回事 所以请看23页 谢意至无意 你看很有意思 这个名字最简单了 爸爸教他能够 希望他一辈子 能够安逸过日 他说我不想安逸 我要非常 自自哭哭努力读书 对不对 星期六 星期天 老是来上课 我一定会来上课 我没有说你们 我没有说你们 你拜天不要只有我一个来 要来 所以他就叫做无意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像一个师兄 我叫他说无救 有时候人家一辈子没有过错 这也是很大的幸福 他也是 偏向晚送的人 一一一三 生存的时间 不知道江西人 江西人 过世的时间是一一一三 已经是北宋的末期了 末期了 一一一三 宋徽宗正合三年 好我就写了这一首 《勇蝴蝶》 你看好不好 庙当然是庙在最后一句 他说 第一句他告诉你 我上次说了 花间室友是哪室友啊 上个礼拜刚讲过 我的讲义是你们的宝典 葵花宝典我告诉你 阴雁风蝶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蝶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看他写 狂水柳絮有实践 这个柳絮飞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在那边也随着 是我们的狂风浪蝶 他也随着飞来飞去 有时候是五入梨花 何住 五入梨花 看不到了 请问这就是什么蝴蝶 白蝴蝶还是黑蝴蝶 还是什么蝶 梨花 白 他花红嘛 梨花白 所以梨花你可以知道白色 所以有时候这蝴蝶 哎呦 飞到找不到 狂的时候 随着柳絮这样飞来飞去 然后五的时候 五到了白色的蝴蝶 又到了白色的花蕾 兼去彩蜜 你根本看不到它 好 当天春晚软风性 春天软祸 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 到了晚春的时候 乡足 麦花人 过桥去了 麦花人挑着花 这个风要采蜜 还使不放着 要采那个花 所以麦花人 从这个桥头 走向那个桥头 这个蝴蝶也飞过 那个桥头 物种的遗留 很自然的这样飞过去 这个蝴蝶 当然写得非常的轻巧 讲他狂随柳絮 讲他五入梨花 然后甚至于 人家卖花的人 他还随着无助不在 这样的过了 桥的那一边去 这是谢吴义写的 蝴蝶的诗 三百多首 我只选这么一首 然后你觉得不错 你就练 好像在宋师选上 也选他这一首 各位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跟他并喝的 我就会想到 杜甫的楚江对酒 这个杜甫在取江 抱歉 就在取江对酒 他还有取江对鱼 我们曾经在十二月 我讲义的十二月那边 曾经录过给你们 取江对鱼 下雨下雨 这个对酒 因为有个典故很重要 然后又写了 比较特殊的蝴蝶 说朝回日日点春衣 早上出去 你看看春衣 他为什么点春衣 有钱没钱 没钱 才要点荡春衣 好可怜 所以如果你如果想到的话 杜甫 安死之乱最后 你看流离失所的结果就是这样 每日将头尽罪归 点着春衣干嘛 每日将头尽罪归 喝点酒 解除苦闷 有些时候你如果你看到 他做的那些诗 关系着天下苍生 看着安死之乱 恐怕那内心那个千千节 没办法化解 你就完全告诉他的家人 家小嘛 也不见得能够理解 真是买醉 然后他就告诉你 因为是这样 天天都要去点 所以你天天又要醉归 请问钱哪里来 酒在寻常行处有 所以酒在 只要是一般酒家 我大概都有挂杜甫 杜甫射多少群 然后寻常是一个单位名词 如果你把寻常找出来 那几尺叫做寻 几尺叫做常 它是单位名词 所以他才会去对七十 杜甫的高名就在这个地方 知道寻是寻 常是常 都是技术单位 你们有意去查一下 原来八尺叫做寻吧 然后几尺叫做常 所以寻常有它一定的长度 所以对在无形之中 本来树木很矮板 七十要对 对得很矮板 但是对了一个寻常 你觉得高明了 那寻常又是 我们一般讲的 一般的平常就叫寻常 所以我在成都这个地方住下 好像我的酒在 给人家奢酒来喝 酒在好像到处都有 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过日 碰到这离乱的时代 哎呀人生 七十古来西 杜甫最后是五十几岁而已 要达到七十 他也没达到 人生七十古来西 所以我们后来七十岁 又叫古兮之年 也在这边来 还记得吧 我上次说七十 也叫不遇之年 七十不遇取 从心所遇不遇取 对不对 古兮之年也讲七十 古兮就是七十 所以每天就这样 好 有些时候就到外头 去看什么呢 穿花 加蝶 生生线 你有时候看到 在群花当中 那些生生线 你就知道这个蝴蝶 有时候跟上面那个 五入梨花和畜循的味道 有点相似 那边都是白的 所以你去找它 不容易找 这边告诉你说 在群花之中 繁花迷离当中 我会看到一两只蝴蝶 停在那边采蜜 是蛮有意思的 也是蝴蝶 提到了蝴蝶 点水 蜻蜓 款款飞 这两句也是 非常美的 斜井的事物 而且是连绵的 深深对款款 款款就是慢慢的飞 点水 蜻蜓 慢慢的飞 穿花叫生生线 慢慢的 你会看到 在深处 仔细看会看到它 所以想一想 自我安慰 在乱里的时代 诗人怎么办 传语 风光 共流转 我们好好的欣赏 这春天来了 我们就暂时 抛掉一切 随着这风光 慢慢欣赏 暂时相赏 莫相违 即时行乐 可以让自己 开心的时候 何妨自己开心一下 久在寻常行处 有就让它久在有吧 人家也不会来吹债 你就慢慢涉欠 以前是干妈店 你知道 沉不着店 后不着 然后就一家店在那边 全村人都在这个地方 小时候 我们在花莲乡下 整个村大概就 几个十住的 就这一家店 那爸爸要喝酒 我们家住了 然后又没有灯光 闭着眼就开始跑 碎石子路 真的人事 真的是可以锻炼 所以我们台湾话 有个人说 你的脚 软到都跑不动了 叫软卡黑 软卡黑 小时候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软卡黑 就是跑 我们到四年级 才有球鞋穿 而且我们穿球鞋 穿一双球鞋 一个礼拜就开始洗 洗了又晒干继续穿 现在哪里 还有个环保学 穿一双就丢掉 然后就买 没这回事 我们是洗了又洗 刷了又刷 所以他讲这样的生活 我都蛮能够体会 所以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说 恨不得在农村 给他呆一两年 极乐市还是蛮都市的 马上就台湾市了 你再去住 关子林 在那边 给他住一住 所有的文学 你都能够体会 因为都是农业时代的东西 我就是因为自己在花莲 到16岁以后 才慢慢走向都市 所以那个16年 在青少年时期的岁月 乡下的那点点滴滴 但是点滴在心头 所以看到都会无限亲切 所以各位 你就想想看 辗转的 从他假如洛阳到长安 然后逃到甘肃 然后辗转四川 然后到这个地方落脚 已经离乡背井 又几个省份 在那个年代 不是现在这个年代 你可以想想 所以如果碰到 有一点点 可以让他喘息的机会 他就把人就好好的活着 珍惜自己 第二个就真的叫做大蝴蝶 他刚刚那个深深现实 你要去寻觅 发现蝴蝶在这边采蜜 让你有点惊喜 我只觉得这个句子很美 而且这首诗 人生气势 古来戏又变成一个典故 一般典故 所以选给各位背 如果你喜欢背 这首也蛮好的 曲江 我们上次说过 在长安的东南边 他旁边有好多好多的名胜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王和清 他的生平不可考 应该是大明人 也就是北平的人 常常是古迹 万事不公 古迹过日 在元代 常常会有这样的汉人 我讲过 元代并没有给汉人蓝人 也就是我们除了汉人 除了蒙古人 圣木人 他分等级 一般读书人 不太容易有进阶的机会 然后有些汉民族 他又有自己的骨子里头 有自己的节操 不适一组等等的 那更加的辛苦 但是他们有个好处 他的寄托在 扳演的这种戏剧里头 我的想法 我的忠孝结义的概念 就透过演戏把它传达 所以他是万事不公 在那个年代 有些时候是可以想见 然后各位看看 这个大蝴蝶 写得多好 我们常常说圆曲 圆曲有些曲跟剧 剧本就好像一本一本 几则 他当时一定是四则 再加一个谢子 如果圆曲 我们常常讲轻曲 就是可以轻唱的曲 但是因为这个谱要有 我才能够唱 最终点的谱没有 我也不能唱 所以到了颂词圆曲 基本上都会先有谱 那我讲过 我比较好的就是 小时候习惯 爸爸就教我们 能够一字声四声 平嗓去入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唱 那个大江东去 你是四声我就压下去 江是一个平声 我就平平的拉长 平到莫迪扬 东也是平到莫迪扬 去就是去声 把它这个往下 这个东西到最后 我们ending的时候 我来有一节 我来专门来告诉你 这些吟唱 所以你看这个大蝴蝶 第一句话就很有精神 震破庄周梦 各位不是庄周梦蝶吗 虚虚然 蝴蝶也不知道 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 所以我就从 庄周的这个蝴蝶梦里头 把挣脱出来 两次驾东风 这个蝴蝶大了吧 两次就像驾着东风这样飞 我想这变成大燕子了 不像蝴蝶了 就像这个青蛙 已经变成了什么 变成野猫 这样通通下去 就还一幕直接可以 一跳是跳三公尺 还有这样的青蛙 一跳跳三公尺 你跟它比赛 你会晒不过它 所以你就知道 一下子就把这个蝴蝶大 说得很有意思 是从庄周梦里头 蹭破出来的 然后驾着东风 三百座名言 各位你看到我写字小一点 那个叫做秤字 我们在圆曲里头 如果你看到这个 有一句话就是 秤字秤不过三 说你要加秤字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它都一个一个 旁边一个亲切的亲 秤字 而且通常不会摆在巨尾 很少见都在巨中 所以你加了三个的 就算很多了 当然只有一个观看清例外 所以有些东西 有规则就有例外 观看清为了讲一个通豌豆 它加了三十二个秤字 人家秤不过三 你给它除一下 它一共加了十几个秤字 我是一个 煮不熟 针不烂 锤不破 什么什么什么的 童豌豆 秤字跟宋子里头的 所谓的领调字的差别是 领调字都还占唱腔 秤字是不唱的 我是用讲的 然后童豌豆三个字才唱 所以秤字是不唱的 所以你把那个秤字拿掉 三百名言采个空 就是有点像诗词的句子的 知道 但是你再说的话 三百座名言 一采一个空 这蝴蝶够大了吧 三百座名言 夸视 hypervert 我们常讲 诗词里的人夸视 谁到风流种 因为他要采蜜 这边采那边 谁说他是风流种 下煞寻放的蜜蜂 你看我这个大蝴蝶 连蜜蜂一看到都吓坏了 那个就是吓 一个眼再一个虎 就是吓坏的吓 那个自恋吓 我这么一个大蝴蝶 这么一来席卷一下子 连寻放的蜜蜂都要躲避我 看他害怕的要命 轻轻的飞动 哎呦没想到大蝴蝶 还能够轻轻的飞动 做什么 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各位上面 他是乡足卖花人过桥 我就看到那个了 乡足卖花人过桥 水水的卖花人过桥去 现在不是哦 不是我水到 我跟他一扇 让他过桥去 其实就是过桥的人在卖花 我蝴蝶一扇 他就过去卖 怎么样 看到大蝴蝶会写了 明天我就会出一个题目 让你这春假好好去对聚 明天再说 看到这个大蝴蝶 非常有意思 让你们夸视 这个在圆曲里头 我讲过 轻曲都被他选一下 古迹不淡 荒诞不惊 但是有时候你想想看 这个真的如果 大刀抓的大蝴蝶 你要怎么来形容他 恐怕只有夸视 你才能够把他的精神 把他那个味道写出来 太小的生生间的蝴蝶 或者在末入梨花的蝴蝶 都很小只 因为你要去找 这个我删一下 我就跟你看 还嫁东风 说不定一删 我就删过台北去 我礼拜天回去的时候 大蝴蝶会删过去 记得谢蝴蝶 记得谢无意 因为他的蝴蝶诗 我就告诉你 好 再来 郑哲姑 郑骨的哲姑诗 我们课本上已经选了 已经选了 有没有选出两句来 他写了 他并没有用 那个郑哲姑 郑骨的诗 郑骨是晚唐 他反而用了清代的诗 我觉得应该用郑骨本身的 我就选了郑骨的这首 这故事 851到910 郑骨的时间 851到910 已经是晚唐 因为到96多少 就已经进入宋代了 那么这故的叫声 刚刚我们是讲到 杜鹃的叫声 叫不如亏去 这故的叫声 我上次有没有写在这边 行不得也哥哥 哪里有一个鸟这样叫的 行不得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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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人在说的 反正就是行不得也 我们习惯就简称 那个哥哥 或者说行不得也 还有勾周哥 这个麻烦这个声音 这姑 你们回去叫 陆陆看你能不能叫出 这些声音 通常就抓这前面四个字 然后后面 一般来讲 最早翻译是行不得也哥哥 他这样叫 后来在元曲里头 很多就行不得也 那这个哥哥 都没有意思 就是尾音 然后还看 看到这个 还有这样的字 单单念我就觉得很难念 也有叫 人就是玩游戏 这文人 我们极乐四附近 有什么鸟可以听 我记得那个 我们在七谷那边 很多水鸟 我们才是如此 我们介绍过了 到时候很多 然后这边很多 这个 陈大有很多 麻雀 我不知道麻雀要怎么叫声 麻雀很少人去学他叫 凡是你看到 行不得也 莫哥 行不得也 哥哥 勾周 勾周 哥哲 那个哲 哲哲 就是我们笔画的 那 那音乐 笔画 音乐 一撇 音乐 最后那个音乐 那个那也叫做哲 单单单字 这个解释叫做哲 就是音乐 但是他这边是撞身制 那最多用的就是 行不得也 我们马上会看到 我会举例给你听 说软细烟腐 锦翼齐 各位来看这只鸟 你看很美 很美 他叫告诉你锦翼 他的花很漂亮 他的那个翼很漂亮 鸳鸯是水里的漂亮的鸟 那这故事 林间很漂亮的鸟 不会像白头翁 只有白白嘟嘟在那边 这是整个 所以锦翼烟腐锦翼齐 你可以看 在那边 然后看到他的锦翼 你看漂亮的翅膀 品流应得近三鸟 有没有 三鸟就是字鸟 我说过了 字鸟你如果看到 在竹子下那么栖息着 还有笋根字子无人见 下一次我们也会碰到 鸟鸟啊 我们说鸟鸟啊 好漂亮 耳毛也漂亮亮亮的 所以他品流应该是跟三鸟差不多 然后什么时候出现 与昏青草湖边过 当然湖边过 花落黄林庙里提 这个黄林庙在湖南相应 湖南的相应 湖北的宜昌也有黄林庙 但是这个写的人不一样 写湖北的黄林庙是诸葛亮写的 湖北的黄林庙是诸葛亮 这边写 这个韩裕写的那个 那个黄林庙是写湖南的相应 湖南就是相嘛 三点水那个相 阴就是香水的南方叫做阴 知道阴念相应 所以有两个地方有黄林庙 各位一看也知道黄林 三国时候 蜀国建的那个黄林庙 是诸葛亮有写过一篇文章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在写的 这固基本上应该在两湖这个地方 雨昏青草湖边过 从湖边那么样的飞过 花落黄林庙里 黄林庙里头会提叫 如果杜鹃的话就是在蜀国提叫四川 那么这固他就在湖南湖北 那我讲过两处都有黄林庙 我们现在看到正固所写的 因为他是唐代 如果按照韩裕所写的黄林庙 是在湖南 湖南的相应 好 油脂乍文真秀师 好了 你今天如果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这个油脂乍文 说这个油脂一听到 这个这固在叫 他就会泪流满面 因为他告诉你什么 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 不要在外头再流浪了 不要在外头流浪 回家吧 回家吧 行不得也 我们常常讲 没有功臣名就 窥见江东富老 所以你油脂一听到 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 每年他叫 你这孤 那么叫一声 你就会争秀师 家人才唱脆梅滴 各位你唱一个 这孤天的词 你唱这孤天的什么 才唱你自己就低锁着眉头 因为行不得也 那个油脂根本没有回来 所以油脂如果是在他乡 这个游荡的人 那么家人就是在家里盼望的人 所以你如果读过了 温庭云的那个菩萨满 你看他唱的 双双尽之故 小山重叠金明灭 温庭云于温度相晒雪 栏极花儿眉 龙庄熟悉痴 照花前后尽 花面交相隐 心贴修落入 双双尽则骨 温庭云在晚堂是著名的词人 他常常跟伪装一曲相提并论 五代的词人 花间词人 温伪并称 温庭云跟伪装 伪装著名的是情妇淫 所以我们也常常叫做情妇淫秀才 你看也一篇文章 这姑也是因为正谷的这姑 这姑师好就叫正这姑 如果你看到情妇淫 情草的情 妇女的妇 情地的妇女 陕西的妇女 情妇淫秀才 情妇淫秀才 伪装 我的伪没有人字旁 庄重的庄 就是伪装 好谢谢 他就是著名是秦妇淫 各位秦妇淫 当时就是借着秦妇淫来写 黄朝打进长安那个乱象 我一时之间 大家赞美得不得了 都在问这是谁写的 后来有张害怕 从长安赶快躲到洛阳 洛阳又在传他所做的事 赶快又逃到江南 因为他写得实在太好 把黄朝进入长安 残破的状况写出来 说一首诗秦妇淫就被列进来 像这个秦妇淫在早年 编全堂诗的时候 在清代编全堂诗 常常不被收的 因为你是写那个乱离的现象 清代是希望是大一统的场面 所以不允许你这个流传 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都会有 我正这姑 然后还有一个情妇淫秀才 所以我说 我是想到温婷云 她跟情伪装是并称的 然后她就 如果说一个人要写一首词 来代表她的话 那么温婷云就是 小三重叠金明明 这个要解释下来也非常费事 但是我告诉你 就这位女孩子一起来 因为情人不在身边 难起化而眉 每天都拉拉他他不打算 不是拉拉他他 懒得起床 可是她的美貌她很秩序的 因为她想 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回来 所以难起化而眉 她毕竟她还是化 化好要照花前后镜 然后照一照 对一对 对好又做什么 该做的女工 她一个也不少 慢慢在那边刺绣 绣什么 双双金泽姑 那只刺绣里头的花样子 所绣的花样子 就是金泽姑 为什么 想练着游子 行不得也行不得也 温婷允的菩萨满 有好多人都说 读一却 跟读他的十七却 十八却 十几却 十四却 十五却 抱歉 十四却 十五却 他少了一却 现在流传十四却 几乎都一样 都是写一个美美的女子 该做的 她一个也不会 然后就一直盼望着 有人就说了 这其实是 在给宣宗皇帝看 因为唐宣宗非常喜欢唱菩萨满 偏偏他就交代一个宰相 令狐桃说 你帮我去做菩萨满 我喜欢 那令狐桃他是宰相 他根本没有那个财情 就拜托温婷云 而温婷云是一个书生 他总希望说 这个皇上 我做一首你看不懂 我做两首你看不懂 我做十四首你还看不懂 你还在补啊 那你真的昏庸了 他就想说 我借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能够看到我的菩萨吗 让我有一个近身的机会 没想到令狐桃 在跟他做交易的时候 告诉他 我请你写 你千万不要说是你写的 因为令狐桃要邀功 皇上教他 结果有一次 温婷云就不小心 就说了出去 那个丞相会写什么菩萨 那是我写的 那是我写的 令狐桃知道 非常火大 就训了 我不是叫你不要讲 两个抄起来 温婷云跟李桑萨的 难过就在这个地方 有才情 但是当时因为牛里党争 你要站在这一边 站在那一边 比如说李桑萨 令狐桃令狐主 提拔他站到你 你应该是在牛党这一边 偏偏就是王茂淑 又把女儿嫁给他 他又是李德玉这一边 人家就说你忘恩负义 你在山东落脱的时候 我提拔你 没想到你又跑来站这边 所以那个乱里的时代 那个就好像党固之祸 只要朝廷有分两边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很可怜 晚堂那些文人都很可怜 后来这个 这个温婷云公民也没有 然后就跟令狐桃又搞砸了 他火大 然后他就说了 中书堂中做将军 中书堂里头那个宰相 做了一个将军 各位宰相不是要一个文人吗 很有气度吗 偏偏做了一个老粗 这样骂回去给他 还存相及 反正没有公民了吗 所以要记得 有人叫你做事的时候 我们是文人 难免 你会做事 你会做对子 什么做的时候 你就守口如瓶 不要讲了算了 也不要去暗示皇上 皇上也看不懂了 知道 看不懂嘛 不然看懂了 老者就说谁做了 问题你来啊 如何这般 然后中间还有宰相在做梗 你怎么可能有机会 所以传道受益 结婚最自然 我们现在练到哪里去了 哎呀都为了这姑 我就告诉你 行不得也行不得 你就记得 原来懂了 油纸乍纹 真锈丝 为什么我在 他乡的油纸会落眼泪 原来行不得也告诉我 该回去你不回去 然后家人才唱脆梅 你为什么唱了一个 这姑天 这姑词你会落泪呢 因为你想到 等待的油纸还不回来 你就春山梅带滴 你的脆梅就滴下来 请问你的滴下来 是表示高兴还是惆怅啊 当然是惆怅嘛 谈到长段处 春山梅带滴 化妆的眉毛就锁了下来 下一次有空再提那首乃确词 说相乎相应 相江阔 所以你看到相江没有 所以我说相江就在湖南 所以我说他讲的黄宁庙 应该是韩玉写那个 纪文的黄宁庙 不会跑到湖北 你看我在这边相乎相应 在湘江那么阔 究竟你在哪里叫 苦主重生春至西 在苦主重生的地方 夕阳西下的时候 还听到你一直在叫 行不得也行不得也行不得也 让油脂伤感 让师父有无限的期待 动人不动人 如果你是这两种人 我说过很多的大自然 对于幸福美满的人 是不痛不痒 对于这个生离死别人来讲 那是又痛又痒 分手的人看 今天偏偏是团圆月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千里共残权 兄弟两个人不能见面 你就会知道 不知秋师在谁家 你就知道这个月圆 共堪明月因垂类 一夜相心无处同 所以对于团圆幸福的 所以月圆也许没有特别感触 这顾教你也不会特别感触 可是对于离乱 悲欢离合 人生就是如此 想一想 黄庭坚曾经说了 不如意试 时长八九 时长八九 八九这样的人 就对自然界就特别有感触 他记得正古的 这故事就是这一首 就是这一首 中间那几句写 景色的不算 写情感这个最动人 油纸乍纹 真秀诗 家人才唱 脆梅滴 哇 好得不得了 人家就叫他做这故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 那个白句 那个讲那个水边竹子 那个水能但信是无有 足解心虚是我诗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两句就传了 所以我说 有时候好的精彩的句子 其他的比较 比较你的词彩 普普通通没有关系 总要让人家传世的句子出现 各位看到这个 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叫做 吹鸳鸯的人 因为他这边只持到 谢蝴蝶正这姑 我就再找一个吹鸳鸯给你搭配 但是在找吹鸳鸯之前 我就要来看看菩萨满 这个人也提到这姑了 就叫做心气急 所以你假如有空去查 一个叫做晚约慈派 温庭云的菩萨满 也提到了三声闻这姑 他前面一句叫做小三重叠金明面 有一个豪放派南宋 持家心气急1140到1207 1140到1207 他是在伦县区生长 23岁带了七八千人 然后跑到了南宋来 所以这非常难得 从北方来到了南方 山东来到了临安 很可惜临安的政权 并没有好好用他 让他好委屈 如果说菩萨满是固定的调 我们要唱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刚刚那个调 画过来 各位听听我唱 牵润 保轻较有空落 Within河 von达 他也一样把这故摆在最后 我很快地说 各位江西造口 他人废职在 闲居在江西造口 让你什么事都不必做 就好像那个苏东坡到黄州 叫着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共事 辛加萱到那边闲居 也是叫你不要什么不做 然后他刚到江西不久 又有人传说他如何这般 说他挂官求聚再也不去了 辛加萱一辈子都没有跟朝廷say no 因为他的故乡在山东 一辈子都想回去 只到了最后一年 时代没体力 朝廷要给他什么关注 他生病了没办法 68岁离开 所以他们说 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情的苏东坡 那么傻多的苏东坡 他活了66 那么好汉打洛牙 祸血吞的辛气急 那么撑着撑着 活到68岁 你只能说 你只能说 南宋的生活 应该比北宋好一些些 也许人们的寿命延长一点点 不然 每天那么陈玉 如果他不被闲居 不写那些 辛加萱的词是 南宋词人作品 最多的600多却词 629却 接近630却 因为有一却 有人说是那样那样 620几却 最多的是 斯东坡300多却 340几 340 他是600多却 把一辈子的 uncomfortable 不如意不满意 全部借此来发现 所以这个造口的重要点是 龙幼太后 新龙的龙 保佑那个 又是四字编的 又不是人字编的 各位太后是皇上的母亲 搭到了马蹄 要从江南逃到 从江北逃到江南 在江西这个造口 渡口这个地方 然后 急急忙忙的护驾 往南边奔逃 所以因为看到这个地方 于是我就在想 辛加萱 我废子 闲居在江西 我用什么眼光来对待 我们流离 思索的那一幕场景 于是他就借题 花飞了 因为 林安朝廷容不下我 让我闲居到了江西来 欲辜台下 青江水 你看这个欲辜台 这两个字就很有意思 明明欲辜的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忘雀 那个雀就是 那个雀就是我们这边的雀 这不要写 天雀那个雀 忘雀 各位欲辜 就是我郁闷孤独的人 这个台子非常有意思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忘雀 各位郁闷孤独就表示 并没有被朝廷看中 那忘雀就是骑在朝廷给我机会 有没有 慈人一下手 就来一个很迂回的表达 自己的期待 我望着朝廷 该主战 该好好整顿 该有朝廷 你偏偏没有 所以这两个字都已经有暗示性在内 欲辜台下 青江水 这个青江水会什么水 在江西什么水 干江 你看看这个水在那边流 这个干江的水 多么清澈 欲辜台站在旁边 多少人中间 多少行人类 各位因为就在灶口附近 多少人是从这个地方 游北向南边逃 是多少人在这个地方逃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各位这有两个版本 有些版本是东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好 这就变成两个说法了 如果你是西北望长安 就是望着西北的长安 刚刚你要知道长安就代表朝廷 如果你从江西来看 那么开封正好是在他西北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朝廷是从这边来 朝廷的北方都望着我们南方的军队 能够好好的能够回去 他才愿意从北方逃逃逃逃 给你逃到杭州 可是你们是躲在长江的南岸 这种irony 这种反凤就大了 另外一个如果你回去 那个望确实望着朝廷 当时的朝廷已经在哪里 临安 所以有些人说如果蒋新嘉宣的心智 对朝廷失望 对朝廷有所期待 那么应该是东北望长安 各位这长安已经不是具体的地理名词 而是一个鱼马 长安就代表朝廷 还记得吧 小时候明帝报在那个地方 近代 爸爸就问他说天比较远 还是长安比较远 他第一天就讲了 当然是天比较远 我这边就在长安 等到第二天大庭广众人就要问他 天比较远还是长安 他说当然是长安 我看得到天看不到长安 你 你的脑筋是否 你的脑筋是坏了吗 昨天这样讲 今天怎么这样讲 回答的当时朝城听了 眼泪都落下 一个小孩子 他告诉你 所以那个长安是个精诚的意思 知道 精诚的意思 所以这个版本看你怎么说 长安不会是具体的长安 如果是西北 他是讲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到我们的家乡 能够收复我们北方的湿地 可以解释得通 然后如果你是望着 望着东北的长安 就是我多么期待你们给我机会 我来就是为国家所用 但是我为什么你们不用我 好 各位这两个 这两个意思会有产生底下的意思 可怜 无数山 来了 说我要望着回去的路 但是所有的山把我给遮住了 让我看不到我的边境 各位 如果你往东北看 我要希望临安的朝廷 杭州的朝廷给我机会 可是无数的山把我给遮住了 这些山就是谁 你那些 古乱朝着那些小人 那些奸相堵住了我的路 让我不能回去 各位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东北 西北 然后我们顺着讲 我们通常都比较采取是东北望京城 因为朝廷现在把他废直贤居 他是告希望朝廷 你没有给我一个机会 你看他非常难 下班却你看 不论你要收复开封 或者说你在盼望杭州的临安 要给他机会 或者两个交血都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你怎么想象 想象新家宣这时候心情 告诉你 青山遮不住 毕竟江流去 有没有很坚拙 有没有像那个补扇子 简禁寒之不肯期 寂寞沙洲人 我可以让你扁到 你扁我到黄州 我就是不妥协 我宁可寂寞的在这沙洲边 还记得吧 我上礼拜讲那个 苏东包的补扇子 我可以告诉你 不论你是挡住我 收复汴京 北伐的这个路子 或者是挡住我 跟京城之间的关系 你们毕竟遮不住 因为江水永远会向东边流 这个道理有没有说得很坚决 所以新家宣如果没有判断 他是O型人 我常常讲 八大家我要判断血型 柳宗原就是AB型 刺激一次就不能了 完美型 韩玉一定是O型 苏东坡是BO型 跟我一样 内心是O 外头是B OV型 好像没有这种血 隐性跟浅性 那B型 好了不说了 下个礼拜交个座位 爸大家血型考 海外的同学也继续考 所以青山之不住 毕竟江流去 我就像江水 一定往东北流 表示我的意志有所期待 但是 有没有担忧 当他这样意志在江水边 各位 我常常讲了 湖北 湖南 江西 就是交错的地方 好我们现在来看 看后面他的总结 我那么有信心 我那么这样 可是有没有忧心 夕阳西下 正令我发愁 为什么 山神闻这姑 深山里的这姑 一直叫着 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 请问 如果你把他朝着 西北望长安 说非乎师弟 行不得也 那就是灭我 新家宣的威风 所以我们习惯性 会讲说 那是抽象的长安 是对杭州朝廷说话 我想我这样 报国的心愿 会被那些小人 那些奸向给主住 我大概很难 为你们所用 这是他的忧心 不为师所用 所以我是觉得 把他解释 对朝廷的期盼 所以才会叫预估 我会望缺 望着朝廷 有所期待 得不到你的 promise 所以我有很多的 郁闷 成欲在心里头 各位 这姑娘有没有 很有印象呢 请记得 听到这姑娘 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 如果你觉得 现在在这个地方 心里够临近 听得这姑娘 不会乱你的心 你开始创作 我们把它改掉 历史典故 这姑娘就说 令我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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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姑教授叫 令我心静 我们就要有 很好的菩萨满了 我们也要很好的 这姑师 你才会传送 所以我说 这文人 取向于 大自然就是 人类的老师 很简单 我见庆山 多辅妹 忍者要山 智者要水 都是这样 够包容 廖青山 见我应如是 我一个山 不管你是鸟 不管你是琴 不管你是好的 我都包容你 这个忍者的气度 就是这样 所以以大自然为师 你就可以学到好多 然后大自然的形象化 已经有固定的典故 固定的鱼马 你就顺着它吧 除非你要大逆转 不然 杜鹃 就是不如归去 这姑 就是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 就是这样 知道了吗 为了这 最后 我就替你再找一个 叫做吹鸳鸯 你不要以为吹鸳鸯 不要乱猜 他是吹绝 各位 贺有人鸳鸯之食 其中的一首 他是晚堂的人 我这边有没有写朝代 跟李尚颖非常好 他跟李尚颖非常好 他是湖北荆州人 湖北荆州 吹绝 然后他要写的鸳鸯 然后这首鸳鸯 大家传唱 因此他就有吹鸳鸯之称 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一个人 就怕你没有好的作品 有好的作品 人家就来光 那么我想我们在 其余这个地方 李渔安排的这样的字眼 也就提醒 万一你碰到这些东西 就好像情乎云 你就会想到伪装 知道 还有人就是按照你的作事的体态 比如说你这个温庭云 这个八叉手 八叉手 他的律父就能够写成了 所以温庭云又叫做温八叉 你看八叉手叫做温八叉 你看到如果在各种笔记上 看到温八叉 就是开始写 开始写这样 八叉好律父就完成了 温八叉 有人是走七步叫做朝七步 这个你很熟了 主豆燃豆旗 就朝子知道 好我们来看翠鸳鸯 他的鸳鸯写得多美 他说翠裂红鱼五细灰 各位我讲过 裂他就是他脖子的乙 马猎就是马脖子的羽毛 所以你看他的猎 非常的漂亮 在夕阳西下 然后那个红衣 在那边水的 水情是此 水情情世此情兮 所以水中的禽鸟 要像鸳鸯这样算是很少 各位鸳鸯是 一只在前面走 一只就会跟 一只在前面走 有个比翼 我上次说了 天上飞的叫比翼鸟 地上游的叫 叫比目鱼 哪里鸳鸯 还没讲完 比翼鸟 比目鱼 然后掌上的鸳鸯树 就叫梧桐树 水中游的就叫做水鸳鸯 鸳鸯就是梧桐要种两个 缠在一起的就是兔丝女螺 知道 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说 在水鸟里头 能够像这样雌雄 那么样的甜甜蜜蜜的 实在是少 你看他们这两只鸟战分 淹倒又回首 所以两个 其实在池塘里 如果你要有高地 有时候这一只 跑到这边休息 一只跑到那边 所以暂时分开的时候 他们还回头看看对方 然后只渡寒唐一共飞 要飞过寒唐的时候 他们两只也一起飞 硬物诈弥 猪瓦店 各位 这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懂 我们人类就取向于鸳鸯 所以我刚才讲的取话大致 请问 我们的瓦 你看看 你要沉水 对不对 你要盖屋子 一个瓦片向上 一个瓦片向下 就这样盖下来 有没有像鸳鸯 所以他讲的 硬物诈弥 猪店瓦 然后 逐说其上育人鸡 各位 育人在织布的时候 知道 然后你也会刺绣 刺成鸳鸯在上面 所以这就 从水中的鸳鸯 具体的鸯 来讲到人类的气用 有鸳鸯瓦 知道吗 瓦片 鸳鸯瓦 一阵一反 一阵一反 双钩 然后那个 纺织的时候 你就会 我就直击 现在我们盒子这样 各种颜色 你去看那个 一流的 这个国手级的那些刺绣 不但是眼睛 炯炯的好 那个刺绣功夫 还双面绣 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了 看过当场表演 所以彩莲 无限 蓝老女 所以你看看 他可以这样 也可以让我们人类来用 我们人类跟他的关系也蛮好 所以好多的彩莲女 那个蓝老女 那个饶 本来是传奖 然后就变成 引申为传舟 蓝老 本来是蓝木座的传奖 那传奖女 当然就无限的彩莲女 孝子中流 孝子中流 现耳归 各位有时候彩莲女 都是还单身 看看鸳鸯这样的 一步一随 一步一随 他好高兴 好羡慕你们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 只限鸳鸯 不限仙 只限鸳鸯 不限仙 好 记得 还有一个人叫做 吹鸳鸯 你千万不要跟我讲 那个吹鸳鸯 吹阴阴 吹绝 不是吹阴阴 好了 这提供给你们的尝试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课本里头 现在谢蝴蝶 振则孤 很有印象了 下面一句 到海对归湖 这个如果当字面 你跳到海里头去 跟你这归影 江湖之中 你也可以想象 海是在外头 湖是在内陆 当然你可以这样想象 但是如果你认为 这是两个人的行为的话 他的意义就跟深厚 请看课本 各位想要到海 那个人就叫做鲁仲莲 我们常常讲 鲁仲莲义不地勤 我们国策里头 常常会有这一段话 他说如果秦王称帝的话 我就到海而死 以后我们就用鲁仲莲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意志 表示临死 不屈辱的气节 知道 所以到海是鲁仲莲的故事 各位有人因为你要登基 那我就 我认为不能让你登基 你一登基我就要到海 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你是可以同享福 不能共犯的人 我就不要 我就带着西施 两个人到太湖去 卖少许米油条 什么人 饭梨 所以这个不比我说了 所以你知道那个故事 不看故事 我刚刚也说了 海 知道中国的领土之外 就知道海 内陆就知道了湖 一个是 到海 隐居在海上 跳海去了 一个是归湖 归到了陆地上的湖 也可以对 不是不能对 对不对 一个是外一个内 但是如果这两个人的选择 都是一不地勤 一个是 你要蹭地 我就跳 一个是你蹭地了 我不要 都是拒绝 高洁之事 没有问题吧 各位再来 每一个黄 下面这边穿插了一个 两个 花肥 春雨润 竹寿晚风书 有没有对上 当然有对上 花开得很美 因为春雨润 春天的花 繁花迷离 非常的浪漫 因为春雨滋润 所以你可以看花肥 用这个肥字也蛮生动的 花还有肥瘦 有绿肥红瘦 你今早不是说过吗 我们都读过 对不对 好的相对的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 竹寿晚风书 晚风西书的 吹过的竹林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高洁 我不肥 我是瘦的 看我 我也是瘦的 同学们一定心里笑在 你和我一讲瘦 每个人都笑 你们的破智 才怪 那我算什么 也不肥 也不瘦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春天 一个是讲竹子 一个讲花 需要雨的滋润 一个讲竹子 风的 西书的吹 那个风不要饱满了 那个竹也细细缩缩 才美 西书的竹子 这样才美 书竹 对花费 好 再来 又是一个典故 你们想到 如果让你累推 你会累套谁 一个是卖饭 豆米 中创汉 各位 他用这个创汉 不如是新汉 因为如果说 你说光武帝中心 当然是他新汉会比较好 可是问题 他是平这这 这这 平平 平这这 所以他这个创汉 你当然说 在创造汉代的光辉 只好这样讲 不然这个创汉 应该是汉高祖 知道意思吗 唯一的 但是如果你东汉 如果你一定说史书来分 因为王盲曾经中断过 你一定用史书来分的话 他再让汉代在中心 也可以算是创汉了吧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新芒 所以这个 后汉书的故事 刘秀春帝之前 那么当然都会 你要征战 就这边跑那边跑 跑得非常的饥渴 然后冯毅就上一个豆粥给他吃 各位还记得我讲过吗 战国车里头说 晚时已当什么 安部已当什么 居 无罪已当什么 贵 晚时已当 肉 所以你饿得要命 给你一个豆粥 你美味 哇 这一辈子难忘 只不过一个豆粥 人就是这样 我们人有时候就是吃得太肥腻 所以三餐都没有味道 你就当自己饿一点点 吃个七分饱 保证每一餐都很好吃 各位假设我问你 前面这一句话 谁能够告诉我 还有哪一个故事 要建国 或是要登基之前 也曾经这样饥饿 好多人都会 进公子从而非常对 有没有 从而 然后有一次跑到山上去 借支推他们就煮了 哇 好好吃啊 可是在封赏的时候 就忘了借支推 还记得 你看借支推 在借这个地方叫支推 借文部要姓名 到最后就变成姓氏了 竹之吾 竹这个地方 一个叫吾的人 后来就变成竹之吾 就竹也变成 很多的地名就变成姓名 下一次我上一次提到 下一次我们想王子敬 王家人逃到逃出来了 王室姓鸡 周天子姓鸡 逃到了山西 逃到了 他们王室逃出 干脆就姓王了 我家就姓王了 所以我家跟鸡姓 是有关系的 鸡公鸡蛋 都是我 我们的鸡公鸡蛋 周公 周朝叫鸡 各位 的的确确 靖文公也是 所以也是 所以有时候 你也可以想象 把这个帝王 在落难的时候 这样跑那样跑 然后被欺负的那些故事 一个人的兴起 死也命也运也天也 我们尤其讲 天下神器不可记 你要得到天下 这是老天的东西 你妄想得到 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你没有那个天命 那么天命之外 就要人力 很多的机遇 很多的帝王 都有这些奇妙的故事 同样的道理 纯根鸡块 尽归五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我那个块 仍然尊重 课本也写了 鸡块的块 应该做块 各位 如果是鱼的块 切些细细碎碎的肉 这样的 那个块 应该是鱼之鞭才对 如果你块之人口的块 是肉之鞭的块 知道意思 这两个不同 但是因为都是细肉 你知道 你这些做细细的肉 这样来做弄根 所以很多人就 把这两个字通用了 鱼的肉 比如说你罐头 那个鱼罐头的肉 都细细碎碎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鱼块 那个块 鱼之鞭才是最正确 知道 那鱼肉也叫做肉 有人说反正那个肉部 鱼肉也叫做肉 就用肉块 请记得 所以你如果看到鱼部的块 不要以为那个错字 没有错字 但是块之人口的块 一定是肉之鞭 没有人去写鱼之鞭了 因为大多的 可以去盖乎小的 小的不能去占多的 其实我们在借贷上 部分本来就可以借贷全部 但是约定书成 块之人口 就会写这个块 我先说明 各位这谁的故事 张翰 张翰曾经做齐王东朝苑 各位你看到苑 就是人家的属员 在官属里头 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官员 那属立了 结果他在洛阳 看到的秋风起 他就想到他的故乡 有唇根如鱼块 我这个吃那个唇根 第一次是在和平西路 一个红柔的餐厅 一个师大的老师 他们请客让我就 他说这就是纯根 真的就好像我们 菠菜磨成那个 磨成酱那样 真的好好吃 纯根 其实它是一个蔬菜类 然后加着根 其实尝尝的 它不是磨成那个 圆圆圈圈的纯根 细细的好好吃 纯根如鱼块 如果不知道 就到餐厅去点 开玩笑 那如鱼我们现在常常有 本来讲到如鱼 你那么也想最关心的 这个鱼鱼大概是 在长江沿岸或者我们的淡水湖 在内地 不管是五湖或是太湖 鱼鱼 我们想春春鱼鱼块 我为什么会想到鱼鱼 那个范仲淹有一首诗 哪一天有空 蛮有慈爱心情的 我可以背给你们听 江上往来人 敬爱如鱼美 谁知一夜舟 出入风陶里 好不好 每个人 你看看现在 不管新达港在这边 安平港 只要有港口 你看一定有渔室 一定有渔室 有渔室的地方 也常常会建寺庙 你那么哇啦哇啦吃 我就告诉你 阿弥陀佛 然后寺庙有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 我们一个林末梁 我们的天后 再在那个地方 保证出海的 能够平安回来 真有意思啊 人类 你看我们这边也是啊 如果你知道 哇那个什么 哇什么地方 一定会有没有 阿弥陀佛 所以如果我们排除了 文人也有这种心情 范仲淹就是这样 江上往来人 所有的人在江边这样 敬爱如鱼美 你看你现在去参加什么 蒸鲁鱼 这什么鱼 会有都是好吃啊 那个肉 真鲜美 不要想 不要想 因为他讲了 我不许讲 可是范仲淹说的好 君看一夜走 就是你们贪口腹之欲 需要这个鱼货量 就这个百姓 就冲锋陷阵去买 好了 纯根如快 静归无就是张汉 终究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了 所以我们说 纯根如一块 就变成丝香之池 纯炉之池 我们简称叫纯炉之池 纯就是纯菜 请记得一个草 一个砖 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一个草 一个纯解的纯 这个一体质 纯解的纯 也是同样的蔬菜 所以你如果讲说 有炖起纯炉之池 把根根块简称 纯炉之池 就是思乡的情怀 来 望切鱼驴是谁的情怀 以门驴是谁的情怀 妈妈的情怀 还记得吧 望切鱼驴 我上次说过了 这说过的都要记得 好 这个 完了以后 说你一点点 那么样的豆米给他吃 他就心腹了汉潮 有人希望能够得到江山 有人想到了故乡的美味 然后最后是回乡去了 不爱江山 爱故乡 所以有人是爱江山 有人是爱家乡的口味 人就是真的很奇怪 这个人不清土清 你到美国去 能够吃一餐 这样那么一十块五块的 这个 这样下 哇 人间美味呀 还要吃什么金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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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物 什么金刚钻 黑金刚 不必啦 吃一餐就好了啦 再来看 后面这两段 是什么故事 我们课本上 当然没注 杨柳月中 前去听 请你看注释第九 因为他提到了谢方德 情调 清谈 慢慢地谈着情声 然后杨柳月中 前去听 前去听 我讲过 本来嘛 那个听就是认谁认品 这个地方 仍然是动词听的意思 我说过 如果凭这两读 名词通常是念这声 动词通常是念平声 所以常常用来指彻夜不眠 然后他就引了谢方德 各位请看谢方德 这一个跟范仲淹 也是一样 生长不同的时代 因为谢方德 已经是到南宋的末期 跟援兵正在作战 谢方德是文天祥 那一榜的童年 就那一榜考进士童年考上 两个人都壮烈 我们等一下还会介绍他 我特别有引他 各位请看课本的第61页 为什么说的那么沉重 他说指归提侧四经时 现在你看到指归很亲切了吧 指归的叫声是什么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对不对 说指归提侧四经时 四经是几点知道吗 三点到五点 还是五点到七点 四经几点 一点到三点 几经旗鼓 七点旗鼓 七点九点一斤 九点十一点二斤 十一点到一点三斤 四斤就是清晨的一点到三点 你看那个指归 各位我们常啊 愁长之夜长 你今天所以知道 漫漫长夜 是因为你人睡不着 你累个半时 一躺下去就呼呼大睡了 你还把他想踢下去了 卧踏之侧 岂能容忍憨睡 可怕得很 太累了 所以那个 那个愁长万段的人 而你失情缠绕的人 看不开的人 我到底是哪里 说走就走 再也不回头看看我 你就整天就睡不着了 愁长之夜长 要是我好睡得很 你到极乐寺 对不对 还有菩萨保佑 上人回来 好像睡得更心安 又讲心安了 那个都很好 你看看会不会不长 一笑醒来 九点睡觉 清晨醒来六点多 起来就看看书 多好啊 记得啊 做习正常 只归提此 四经十指归来再提 岂是残酬 怕夜昔 有没有看到 田家妇人 多么辛苦 几个几个夜里 有人知不 他怕这个 怕那个叶子少 然后蝉吃没得吃 蝉没得吃 土师土得少 说岂是残酬 怕夜昔 蝉多夜少 我赶快补充 我们在台湾教学 养蝉 基本上小学三年级 所以我家的阳台上 种的那棵桑树 就纯粹是为了 我的两个小孩 虽然我都靠三边 到处都有蝉业 但我分享给他班上的同学 因为我们也是 非常的人爱 推极吉人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我小孩 因为他会带蝉业过去 蝉业你要任业 你不要太熟了以后 他蝉很难咬 蝉宝宝 然后接下来 然后开始抽诗 然后我们都是 差不多小学三四年级 好 各位看看 两种对比 你就会对这一句深刻了 不信楼头杨柳月 我就不相信那么晚了 各位哪一个人 在楼头杨柳树边 那个阁楼上 玉人歌舞未成归 还有人在那边 歌的歌舞的舞 还不晓得回家 有那么这样的人吗 我真是想不透呀 各位有没有两种能对比 一个是忙着伤事 怕惨宝宝 没得吃 这样要起来看伤回 一个是彻夜生歌 各位 谢方德已经是难受莫连 达人的体子已经打下来了 最后的襄阳一失守 灵安就要危险了 他们还是歌的歌 舞的舞 只把杭州当变州 所以各位这种诗都很有深厚的 irony都有很反凤的味道在 所以情调清探 杨柳月中浅去听 慢慢去听他们就在那边唱歌 可是不要忘了 你在那边享受着 从容的生活 不见得 我告诉你 这个杨柳月中浅去听 这个典故不见得要是 谢方德来的 就是彻夜不眠的歌舞就是了 知道 他只是拿了谢方德这首诗 我很欣赏这首诗 他就对比着 有人是情苦的过日 有人是歌舞生平在那边 尤其又是南宋末连 是跟原人在对抗的时代 你还在这样 自国家与河地 所以那个林生 南宋的读书人 那个林生 这个南宋中起 南宋中起 就不要到了南宋晚起 他就看到了这个灵安的像 所以你从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各位情调轻弹 杨柳月中 前去听 前去听 然后在那边歌呀 歌舞得舞 但是相对的 有人就是回不去 苦闷 我在酒家里去 我不是要歌的歌舞得舞 酒期以邪卦 信花村里供来故 我就到信花村里头 我要去买那个酒 要买醉 要消除有家贵不得的心情 什么人 木头摇子信花村 各位这就牵扯到了我们的亲民的诗 在第几页 来 我们上一次也是最后 我今天唱给你听 保证 我到解释那个亲民诗给你讲 讲到一字声行枪的时候 我就不会被那个调给控制 但是因为现在我要传那个调 就是当你还不能够一字声行枪 我就逼你 这是叫客家调 那个叫什么 好我们来看 那个亲民 来你们回馈给我 你们可以唱亲民的所有调子 我们来听听看 亲民诗节 课本 课本在哪里 我有写来 六十二页 所以那个诗我就没抄了 各位这一个不能回家 而且我讲过 这是不是杜牧 还有疑问 所以我说提杜牧做了 来开始 第一个 你们要什么 江西 开始 亲民 展示 今明世界 雨纷纷啊 路上行人 雨断魂啊 借问旧家 何处有 牧童妖之 心化成爱 你们听这个 我都觉得已经很上道了 来 闽南 我们家乡的 亲民 请民世界 散世 亲民世界 雨纷纷 路上行人 雨断魂 借问旧家 何处有 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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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化 春 好 没掉 亲民世界 散世 亲民世界 雨 纷纷 路上行人 雨断魂 借问旧家 何处有 牧童 咬子 心化 春 歌子调 散世 亲民世界 牧童 纷纷 纷 路上行人 雨断魂 借问旧家 何处有 牧童 咬子 牧童 咬子 心化 春 柯 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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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处有 牧童 要紧 咬子 行华 咬子 这个有没有教你们啊 哦那是我的罪过 我以为我教了咧 那你们能不能把刚刚天接小语套过来 那也是客家调 因为它也是评几事 天皆亲民 世界与纷纷 路上行人与断魂 皆问旧家何处有啊 今天万无一失了吧 开玩笑 所以我刚才讲 这我常常作为一调 一失你能够多唱 然后你心情低 那你在诠释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感情 转向伤感的地方 然后快乐的时候 你那个节奏可以快 所以难怪有人说 那么两千多首要两千多调 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根据那个意涵 你可以用你的情感去诠释它 所以我们说一字声行枪 就是有它的好处 当然你叫老师 我怎么一字声行枪 枪那么几百个调子 让它有不同的 因为银字外还有歌 还有歌还有唱 唱还有人家谱过的东西 你真的可以唱很多的调 然后你只要到那个外国去 然后对那个外国学生 告诉他说 这个就是诗的味道 恐怕你的first impression 他会觉得说 中国的诗词 原来那么有音乐性 那就很容易就跟他们接触 他就学语言 不管学诗的情境 就很容易入味 不过你自己要很能够 熟能生巧 知道 不好意思 这么一讲 你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 老师压力好大 不必大 你就这样学一遍一遍 明天记得提醒我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练完 我们就下课进入第二段 来 红对白散事 红对白 鲁对虎 布骨对蹄虎 毛锥对雨善 天雀对黄都 蟹蝴蝶 镇则孤 道海对归湖 花肥春雨润 朱寿晚风书 卖饭豆米中创汉 纯根如快 尽归舞 琴调金坦 杨柳月中浅去听 九旗斜挂 杏花春里共来 孤 一个是杏花春 孤酒 买醉 消除惆怅 一个是陶醉在 杨柳月中的楼阁中 彻夜 狂欢 这是两个情境的对比 好 我们上到这边 下课 同学们请起立 感恩老师 慈悲教导 谢谢同学 明天见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